王冬上这段影片也引发的话题 非洲纳米比亚这个男子看到海豚搁浅在海滩 他赶快把海豚抱起来送回大海 那么这只海豚一碰到水立刻的用力摇尾巴 看起来仿佛是在跟他说谢谢 南非纳米比亚的海滩上躺着一只搁浅的小海豚 看起来奄奄一息 这名叫做德雷尔的男子发现后赶紧上前仔细检查并确认 接着小心翼翼将海豚抱起把他放进水里 海豚一浸泡海水尾巴立刻快速摇摆 下一秒就奋力向前游消失在浪花里 协助海豚重回大海男子超暖心的举动 让这段影片在网路爆红 才短短几天就有超过15万网友按赞 但暖男不止出现在海滩 婷婷坐在主人的肩膀上一同分享食物 可爱模样让人很难联想他可怜的过去 安德森把小松鼠带回西行照料 不但替他打造一间专属豪宅 还缝制小衣服让他保护伤口 连家里的宠物猫也对小松鼠爱护有加 现在婷婷就是他们家的一份子 可爱模样也全都被记录下来 天心暖男伸援手 铁和柔情展现生活中的正能量 三里新闻沉思维报道